被骗 陈阿珍100 林豪迈96 张大头100 洛宁谷50 阿宁谷 你要加油 考试记得回去给家长签名 下课 大头 你的考卷借我看 好啊 珍珠 喂 公元七五八七八出现了 一起去找吧 大头 你的考卷啊 我明天跟你拿了 快快快 我还要赶着去送稿 好香啊 大包的 我要两袋 老板 地瓜球怎么卖啊 小包12颗30 大包25颗算你65 那我买小包的两袋 大包不是比较划算吗 笨小子 12颗30 一颗是2.5 乘以25才62.5 算你65 你老爸这么好被骗吗 你看路边那位乞讨的老先生 看似可怜 其实是开宾室的 这位卖水果摊的老板不诚实 他的棒秤老师多加了几两 先生 谢谢你 不客气 这位卖玉兰花的阿婆是真的哦 儿子车祸在医院 他还有三位可爱的孙子要靠他抚养 哇塞 爸比 你怎么都知道啊 嘿 这叫做洞察力 免得被骗啊 爸比 我今天国语考不及格 老师说一定要家长 想骗谁啊 考卷拿来 诺先生 带儿子逛街哦 诶 你看 我儿子国语考一百分耶 爸 爸 你不是啦 真会读书 是这张啦 哪里哪里 大逼不是啦 签名是吧 简单 拜拜啦 拜拜 你的孩子真棒 算了 名都签了 将错就错吧 喂 是陈老师 要家庭访问哦 待会就到吗 好好 喂 是大头啊 来拿考证啊 你是找我的 大头 找了 等一下老师要来家庭访问 爸比以为是我考一百分 事情大调了 怎么办啊 那我先闪咯 老师好 罗宁国 妈妈在吗 不在 我刚刚打电话时妈妈还在啊 因为妈妈说要去买水果请老师吃 是陈老师啊 是洛太太 快请老师上来坐 你妈咪不是去买水果吗 她是走屋顶到隔壁隔壁的那位卖水果的阿妈家买的啦 你妈咪是弹力女超人 会飞檐走壁耶 我先上去帮你开门哦 老师咧 在后面 我突然 重感冒 我先去房间自我隔离 阿宁古扯了个谎 话说回来 是我搞错考卷在先才是 老师家庭访问 不但没责怪考试不及格 反而称赞起阿宁古 助人为善 热心公益 我说啊 阿宁古 考试是一时的 不论你考试成绩再怎么不好 人生有再多挫折 我们都要诚实地勇敢面对 阿宁古 身体要好一点了吗 妈咪 我不是故意的 好好 下次不可以再说谎咯 其实啊 我还蛮喜欢你的想象力 如果我可以变成坦丽女超人 以后买了菜 做家事都不用扯了 那爸比可以当大力士超人 一吃完早餐就把你和哥哥丢到学校去 都不用跟人起工程到学 那就太完美了 就是哪里啊 糟了 爸比把我们送错地方了 阿宁古 我们准备开始吧 一二三 来 喂 妈咪你看 我在写毛笔字 阿宁古 哎呀 阿宁古又闯祸了 今年最摇滚的亲子音乐剧 10月2930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一起来闯祸吧